好 接着再来看到复理箱的东里派出所设有铁马驿站 提供外地游客休息以及饮用水等等的服务 那门前就有两棵百年老树吸引游客慕名而来 那么玉立分局就说了 常常会有外地的游客向派出所来询问 那么所长呢跟副所长就摇身一变 变成导览人员来协助民众 也打破了以往派出所让民众不敢靠近的刻板印象 东里派出所设有铁马驿站 提供外地游客休息以及饮用水等等服务 门前有两棵百年老树吸引游客慕名而来 玉立分局表示 常常会有外地游客向派出所询问 所长或是副所长就会变成成为导览人员 或是热心的协助民众 打破以往派出所让民众不敢靠近的刻板印象 铁马驿站在本分局已实施多年 主要是提供游客饮水休息上厕所 以及自行车打气的服务 而东里派出所拥有两棵百年铁树 那本市也有游客慕名而来 而所长也热情的负起招待的工作 展现东部警察的热情 以及简介周边的美景 使派出所不再只是生硬的牙塘 而是大家生活的后处逼 这两棵百年老树是全台最长最古老的铁树 树林有150多年 也是吸引游客到访主要原因 派出所表示 东里派出所是玉里镇与布里乡治安 以及交通要角 所长担任导览员拉近与民众间的距离 有效提升警察服务的形象 记者高双双布里乡采访报道